国际知名的艺术创作家优席夫创作作品从美国纽约台北捷运到 劳斯莱斯企业大厂都可以看到他独特鲜明的风格 这次他受华林领馆出邀请为大冯大富的南口设计创作入口一项 由于要顾及在地多元族群的面向 因此在创作上也碰上大考验 我们透过镜头来了解 三角尖塔造型以红黑白强烈对比色绘制绝类图腾 在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南策入口 向天真荣出力 旅云艺术创作家优席夫除了设计创作入口意向 也借着这一件名为神神不息的艺术创作 为父亲出生的泰巴朗部落 也是向自己故乡致意的创作作品 其实我在国际上做了很多的公共艺术 包含美国纽约地铁 还有英国的顶级房车老斯莱斯的设计 那还有我们国内的观光局的大地地景艺术 还有非常非常像台铁普佑马号机场捷运等等 那我都可以为外面的世界做一些设计 我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出生的地方做创作 这是理所当然 我非常的愿意 游喜部说相较于之前的个人创作 或者跟企业大厂联名设计 这一次因为要创作兼具在地多元族群面向 因此在创作设计上可说是一项大考验 这个过程其实大家都会吵架 为什么 因为客家人他们觉得 这个是我们的地方 可是这又是阿美族的传统领域 还有其他族群 其实我要满足各个族群的需求 还有他们的意见 其实这个难度最大的就是 如何弄到大家都开心都喜欢 那刚好呢 竹子是原住民 非原住民都会常常用得到 吃得到的东西 而且生生不息这个概念 其实是很受到大家欢喜 生生不息入口一向 皆排亮相 游喜部创作不手软 一大片白铁建构三角尖塔 坚强牢固 而每一个图腾 每一个色彩 权宜专用油彩漆 来回反复的烤漆上色 持久不退 游喜部希望借此作品 祝福大农大部这块土地 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造福地方 记得是越南光复采访报导 使用它越南光复采访报导 cía质